大奖了 这可是茶碗是唯一的大奖啊 王小姐 准备好了吗 班级晚上开始了 对不起 先生 这里您不能进 王小姐 王安 王安 你好 等一下 你谁啊 这是女士换柔姐 你不可以随便进的 等我两分钟的时间吧 谢谢 喂 喂 你好 王小姐 喂 我认识你很久了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 没关系我会慢慢跟你谨慎 哇 你真的是美呆了今天 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是 丁薛琪 先生 特别男生不能提 等一下 找我啊 等一下 喂 我 我跟你讲 加我微信 给我两分钟不能给吗 加我微信 加我微信 叮叮叮叮 三个 叮叮的那个拼 拼了以后 不是 我 加个微信也不行 我 哪有说话呢 空间 看你空间的留言 明白吗 你空间的留言 优的留言 你现在就看 马上看 真的很重要 一杯衣服 有事情发生 这 红衣服的 我跟你讲 啊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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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谁 你认识谁啊 我不认识啊 我自己走 何必呢 对不对 有意思吗 现在请 王晓星女士 上海 你平常 谢谢 谢谢 那你为朋友 我们的颁奖还没有结束 稍等一会 我们是SF王晓星的 朋友们 你们在网上搜一搜 在朋友圈里查一下 最近有没有一个风靡 我似的水果稀释 这就是王晓星 一个靠造假 是男人上位的女骗子 你就想要骗多少人 这个水果稀释 就是他 没错 就是他 现场突发时间 王晓星刚刚要上台领奖 对网友人肉搜索 爆出水果稀释丑闻 当场抗议 是 打这个 和我继续 王晓星这个骗子 你什么 你是不是结过两次货 又离过两次货 这传家上说说你是骗子 是绿法表 你甚至离过两次货 这是我的色彩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弟弟吗 没有 没有 你爸爸开了一间超市 你是这样的人吗 妈妈小笑 妈妈小姐请你回答一下 请我们说一下 请你回答一下 我们说一下 您小姐你回答一下 够了 来 让一下 干什么呢 够了 你们要人肉谁呀 人肉他之前 先人肉一下我林一斌 你们这群人 不分青红皂白的 去欺负一个弱女子 你们不觉得过分吗 小星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会出这样的意外 但是没关系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星 我今天来 是想向你求婚的 请求复活 小星 我爱你 你回来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令我来演出英雄救口 令我来演出英雄救口 想重新得到王小星 谁 小星 这是我们当初结婚的那个鉴着 回了吧 原谅我所有的义情 好吗 你愿意吗 我不愿意 王小兴没得没什么 看你好像要什么招 您是金融界的天才大鳄 为什么对王小兴情牛 王小兴被人肉了非常不堪 你认为那些网友说的真实度是多少 您真的不介意吗 王小兴拒绝了您的复婚要求 如果你爱个女孩 你会在意她的过气吗 那么今天的闹场事件跟你有关吗 当然没关系 我那么爱她 我怎么会杀害她呢 她真的是结过两次婚 离过两次婚吧 到处骗钱 见一个骗一个 见一个骗一个 最后现在小兴 说 你说谁呢 我看见了吧 你知道这是谁吗 谁啊 这是王队的女儿 你不认识我认识 把手机给我 成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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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事 什么表情啊你这事 我今天绕了这么一大圈的路 就是来警告你 以后再给小姓添麻烦 我绝轻饶不了你 我是她亲妈 我不会害我姑娘的 你不会害 那水果稀疏 那不是你添上去的 她被人肉搜索 那不都是因为水果稀疏吗 我告诉你王贤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跟你结婚 我这辈子做的最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跟你离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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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巧了 哦十九层 更巧我也去 太巧了我也刚好去这层 哎呦我叫丁薛 让我看到訓谈不投 恩 厅 真的 对不起 撻 你 搞什么 做得 好 网络上现在铺垫在地全是 你的负面消息对吧 然后你被人肉了 我说的没错吧 走 你叫什么 丁学习谢谢 丁先生你好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但是我从来不接受 任何陌生人的帮助 所以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好吗 这不光影响到你的收货了 是不是还影响你工作了 你的画展还开吗 他们还会和你签约吗 OK 接受我的帮助吧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多信息 然后我知道的更多了 我可以慢慢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你再跟着我的话 我就报警了 OK 我不跟你了 跑不动 马库里先生 合同我已经带过来了 字我也签好了 就按照你说的条件 到时候展览会上 会出现你很大的logo 汪小姐 本来我们今天约好签约 这是签订赞助你和私人化展的合同 但是呢 网上现在出现了你的大量的负面新闻 不 那都是不实的消息啊 据我们所知 那些不全是不实之词 你的确对你的经历撒谎了 那些都是炒作 真的是炒作 是有人恶意要伤害我 你明白吗 林总 现在网络上已经吵得 光看网络舆论压力不够 你组织点人 上他们家闹去 王小兴撑不了多久了 到时候 他会主动向我偷还送报的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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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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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这电视实在是开不下去了 原来是个加盟的 他们要撤了 原来那些 他们要走了 这部网友 是一天到晚的来得到啊 把橘牌子抗议往这儿拖起 电视台也给爆了 没人来买水果了 一来人就问 问王小夕在哪 小夕太过分了 好了好了 过来过来 你说我这店 真是没法有名 你就没摊上一个好女了 怪我 小夕 明天我不上班了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主动不上班的 又不是他们领导不让我上班 那是领导让你休息的吗 他们呀 怕我再跟人去打架 爸 对不起 我老没怪 要不这段时间我搬出去住了 我住在这你也不安生 怎么了小夕 他们在网络上黑你 就畏缩了 那可不行 要强咱们就强到底 你看你老爸 绝不认输 你是我女儿 更应该清出于蓝胜于蓝 不能信这个邪 绝不认输 嗯 那我就不怕了 这就对了 放心吧 造烦快过去了 啊 试试 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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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pe 傻子 太傻了你们 być 你ock 给你 是你啊 我来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啊 明天我跟你约嫁 就在旁边的咖啡厅不是打架 是用嘴辩论 阐明事实真相 拿出一些证据来 挑些精英吧 好吧 口才好的 你到底是哪边呢 我是哪边呢 我用行动告诉你 你必须来 你如果不来的话 就说明你承认自己是水军了 领工资那种 别刀了 你也得来 听学习我跟你素不像是 真是来帮你 听我说 干什么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快下车 要不然我报警完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件 今天你开车 躲开这一层 好 明明这儿 说完了你要说什么 听学习先生 你这样让我们挺害怕的 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善意的 你要说什么 赶紧说完好吗 那我就直说了 起初让你母亲拿出那几张照片 来炒作水果稀释的 是一家网络营销公司 这个公司的经理 王勋和你的母亲是朋友 然后发这些照片的IP地址 被我给查出来了 是什么呢 这一张 然后在网上才开始有 恶意攻击你的帖子 那些帖子的源头IP地址 我也查了一下 是什么呢 你也看一下 然后你们对比一下 这两个IP地址 是不是完全一样 你母亲的这位朋友 诱导和欺骗了你母亲 拿着这些照片出来炒作 然后他们就在网上 开始大肆的人肉腻 开始编那些恶意的帖子 去不去你自己考虑吧 我希望能见到 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见面会 也是一个发布会 我还邀请了两位报社的朋友 他们也想了解一下 事件的全部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首先由我来问第一个问题 王小兴 你又惨了 中间在网上又被人给拔平 你跟陈一诚当初为什么离婚呢 要不张大侠你来说一下这件事 因为经过亲子鉴定 王小兴的孩子跟陈一诚就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我很多知道 对啊 没有什么还有 王小兴你曾经当着陈一诚的面 甩了他父亲一个大耳光子 你也太过分了 陈一诚能饶着你们 他必须把你轰出家去 你现在来听他怎么说 王小兴 现在该你了 能不能说出这两件事情的真相 陈一诚的父亲在我们谈恋爱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不可能打他老人家的耳光 穿越啊 怎么可能打一个已故的老人耳光 你能干出这事来吗 反正我也干 亲子鉴定呢 我跟陈一诚从来都没有过孩子 他妈妈一直想 可是我们那会儿太年轻 刚毕业 我们还想奔事业 所以我就坚持不要孩子 后来跟他们家闹得非常不开心 这也是导致我们离婚的原因之一 所以怎么可能有亲子鉴定呢 纯属胡说 不要去百度 不要去肚子 查不到 去派出所查一查 他们有没有孩子的货 然后再去法院查一查 他们离婚协议上 也没有被注意到 孩子的实用全这些 全没吗 当然全没 但凡你多看这个帖子 一两秒 你就会发现这个帖子是假的 是你们被人操控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称 都希望正义感的存在 这种存在感是每一个正常人类都拥有的 但是人格也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能会以为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把它当成真相 但是和事实是有区别的 这很有可能吗 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有人说你是极有女王 你怎么来看 你怎么为自己辩解一下 我 别解释了 你会画画画出来吧 画出来 展示一下 再画一个 画谁呀 画我呀 画画 是王晓晓的 这我最帅的一个 好不好 短短几十秒 这是你吧张大侠 像个画像 还有我 画画是王小兴的职业 是她的本领 她靠画画拿了大奖 所以她为什么要靠男人上位呢 为什么非要说她是极有女王呢 我不是极有女王 我就是一个画插画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女工齐军 我想做出更好的动漫电影出来 由于我的作品 很多人喜欢我 想给我投资 我没有接受 因为我不想接受任何的附加条件 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那会儿接受的话 站在这里的就不是我今天的王小兴 各位网友 你们对我的伤害真的很大 如果让我跟你们成为朋友 我想我做不到 我也不愿意 我把你们当成敌人 因为我知道你们憎恨的 不是王小兴我这个人 而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坏人 从这一点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咱们打翻盘了 打翻盘 那个果然重新开场 不用等了 各位网友 我毕竟拿到了充分的证据 他们事后忍着我 对我父母的伤害 寂静不时的报道 都是这家公司发布出来的 那你说有幕后黑手 那幕后黑手是谁啊 问的特别好 这是今天的重点 这个人 我知道他是谁 但我现在不想说出来 我只是想给他保留一点面子 事情点到为止 我不说 我是希望他能离开我 我王小兴 由我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 请你不要再纠缠了 谢谢 丁先生 王小姐 请问你和丁学琪先生 是什么关系 我们 我们是追求者 与被追求者的关系 我 很显然 我是追求者 原来是英雄救美 原来是英雄救美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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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点 淡定 特别好 刚才不太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 我已经有点疼突了 说了一些话 没有 挺好的 因为如果我不那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 明白明白 那我有 打动你的放心 丁先生 谢谢你帮我带出困局 真的 我觉得说这个就要了 我真心 我去吃饭吧 我感谢你 对不起啊 我 怎么联系 怎么联系 微信 还是流电话 微信好了 微信 好微信 我扫你 我扫你吧 我扫你吧 还有一点烧 你怎么会有 这张照片 对 在很久以前 一个不太愿意 透露姓名的网友 寄给你 对吧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网友 一个人独自行走 在戈壁滩城 饿了一天 就在他 马上就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特别美丽的胡扬 树立在他的眼前 没死 是不是很神奇 那个人是你 后来你不是还把这个照片 用在你那本杂志的 2014年第八季三十五页 你还配上了一个网络作家的心 你一直都在盯着我 偷窥我的隐私 没有 我 我是一直在暗中关注 林先生 你让我觉得恐惧 没有 什么 喂 我可以死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我能死得明大一点 我到底怎么拧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告诉你我是谁 很久以前 你是让我觉得一个很害怕 我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人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目的 我还没说我是谁呢 我是说你什么开心 你不需要听 不 等一下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